师班在这里练习 那你们都知道 是星期一到星期六 白天晚上 不论是在这里 还是在外面 很多的弟兄姊妹 为主在服侍 很多的服侍 是我们 甚至我都不一定知道的 我们为神献上感恩 我们为了这些弟兄姊妹 献上感恩 神把我们召聚在一起 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使命 要我们一起搭配来建造 九月开始 又是教会事工 开始要忙碌起来的时候 教会需要很多的同工 来参与 才能够使得 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 能够做得好 也能够做得美 圣经上给我们有教导 知道说 不是人凑在一起 事情就可以做得成 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架构 就好像你把一堆的汽车零件 摆到一起 它不见得就能够走 你必须要照着工程师 就是机械工程师所设计的 把这些的零件都拼起来 然后给它油 它才能够好 教会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教会不是只是一群人聚集 教会是一群蒙招的人 按着神的呼召跟托付 按着所领受的恩赐 在不同的地位上面 在不同的责任上面 大家合作 彼此搭配承担 在《出埃及记》里面 我们看到摩西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十八章 我们要从第十三节看到二十七节 十三节开始说 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 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摩西的岳父看见 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 就说 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为什么独自做着 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 摩西的岳父说 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 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 我便在两造之间实行审判 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力和法度 摩西的岳父说 你这做的不好 你和这些百姓都比疲惫 因为这事太重 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我为你出个主意 愿神与你同在 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 你又要将律力和法度教训他们 指示他们当行的到当做的事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畏神诚实无望恨不易之财的人 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 大事都要成到你这里 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 这样你就清醒些 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 你若这样行 神也这样吩咐你 你就能受得住 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 按着他说的去行 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 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 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 有难断的案件就乘到摩西那里 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 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 他就往本地去了 我们看 摩西其实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领导者 把以色列人从他们在埃及 做奴隶的地方带出来 一路上引导他们 并且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 使得老百姓在摩西的身上 看到神的同在 并且一步一步地来认识 这一位与他们同行的神 可是在十八章这里 讲到摩西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的岳父看在眼里 觉得他做得不好 摩西的岳父说 你这做得不好 读到这里 叫我们想到 神看着亚当在那边做事情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comment 这人独居不好 这人独居不好 所以仿佛摩西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 他也想到亚当当时的一个情况 需要帮助 需要帮助 他就讲到当初他的岳父 为他所出的主意 为什么岳父在那边看到 觉得摩西做得不好呢 我想光是在形象上 就已经出现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呢 摩西坐在那里 然后他的两边站了好多的人 好多的人 在形象上看起来呢 就看到一个人 也很疲倦 旁边的人也很疲倦 在形象上看到一个人 好像就是坐在那一个地方 满有权柄 然后其他的很多人 就要他解决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在那边讲到这个 如果你的老板中间的关系 是你有事才去找他 你们的关系会好吗 如果你有事才去找你老板 老板一看到你就看到事 你碰到麻烦 碰到困难才去找老板 老板一看到你就 等于看到麻烦跟困难 你想摩西跟老百姓的关系会好吗 这些来找我的 都不是要请我吃中秋月饼的 这些来找我的 都不是要我去喝咖啡吃饭的 来找我的都是有问题的 而且呢 都是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有时候 他看到人越来越多 他压力越大 心情越不好 越想越疲倦 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的组织上面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context 没有处境的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前面 在第十七章里面讲了这些的事情 他说那时亚马利人来 在利菲定和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对耶稣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马利人征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 和亚马利人征战 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 在那边观战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垂手 亚马利人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发沉 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 坐在石头上头 亚伦和霍尔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有这个经验 摩西更进一步的明白 他的责任有多重 你想想看 他的手举起来 他杖就举起来 杖举起来 以色列人就得胜 他手一双了一放下来 亚马利人就得胜 那他手在双 他还是得撑下去 是不是 有了这样一个经验以后 难怪 他处理事情 对自己有一个期望 我不能够让 我们还需要休息 人不休息就出问题 可是摩西 对自己的要求 非常地高 同时 弟兄姊妹 对他的期盼 对他的依赖性 也逐渐地成为一种 很难脱去的 一个习性之后 就在整个神所兴起的群体 神的百姓中间 产生了一个架构性的问题 这个架构性的问题 就是瓶颈 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 成就神恩典的领导架构 第一个要注意的 要避免教会内部 制定决策上面的瓶颈 决策的瓶颈 我们明显地看到几个不良的后果 我们看到人会疲惫 叶特罗看出来了 他在摩西的旁边 看得非常的清楚 你会疲倦 这些老百姓也都疲倦 这些年来在教会的服事 我觉得对弟兄姊妹 最大的亏欠 就是我常常会成为瓶颈 弟兄姊妹等我做一个决定 但是同时要做的决定 还不止一个 所以有些时候 我心里面就疲倦了 以至于一些该做的决定 就拖 拖的时候 弟兄姊妹就等 等的时候就急 急的时候就累 累的时候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何牧师人那么好不好 去骂他了 那就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事情就没有解决 感谢主在我们中间 就不断地神兴起一些 有智慧能够分担的同工 可是在教会的建造里面 怎么样使得工作能够灵活 责任能够分担 减少教会里面做决策的瓶颈 就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不但会疲倦 疲倦会带来延误 耶特罗提醒他 这事太重 你独自一人 办理不了 他指出一个事实 就是其实有些事情 你该做的 你没有做 因为你做不了 一天也只有24小时 摩西再厉害 一天也只有24小时 他的时间跟别人都一样多 摩西再了不起 他还是需要休息 我们常常彼此提醒 人如果不休息 他的生产力就降低 生产力降低 做同一件事情 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如果做同一件事情 所需要的时间越长 你休息的时间就越短 你休息的时间短 你的生产力就更低 所以常常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 在孩子成长的阶段里面 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 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的时候是 一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好意 做丈夫的看到 做妻子的在那边忙得 没时间休息 心里也会急 做妻子的看 做丈夫的在那边忙得 没时间休息 心里也会急 很多时候我们急的时候 我们说话就不小心 然后已经是做得很累的人 被一个其实关心他的人 关心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会反弹 那就造成夫妻之间 很多的矛盾跟冲突 出发点是好的 关心对方休息不够 可是我们自己也没有休息够的时候 我们的关心可能变成一根刺 同工之间也是一样 常常出于好意的 出于关心 出于爱心的一些的话语 讲出来以后就变直了 你怎么这么笨 你怎么这么没有用 你怎么这么固执 就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摩擦 而父母对儿女 难道不也是一样吗 所以教会内部制定决策 要避免瓶颈 其实在家里面也是一样 在职场上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面对一个功课 他自己是一个瓶颈 他自己也疲倦 相信他跟老百姓中间的关系 也逐渐起了变化 而且很多该做的事情 他实在是做不来 一天就那么多的时间 他办不了 他办不了的话 那弟兄姊妹或者就是说 以色列人对他也会开始有点失望 我的事情这么重要这么急 我在这边排队排了一天 你本来一天可以决定五十件事情的 你怎么现在一天只能决定二十件事情 因为他休息不够嘛 脑子就不清楚嘛 那当然神常常干预 神常常给他加倍的恩典 神常常给他加倍的能力 但是明显的在那个时候 神要他学一个功课 所以神没有用加倍的能力与恩典 来遮盖他做事的方式 所产生的问题 为的就是要我们得着智慧 要摩西得着智慧 叫我们也得着智慧 很多的时候 神的恩典要能够广传 必须要有一个架构 就像主耶稣在旷野 白饼鱼跟饼 要分给成千上万的人 他要有一个架构 所以他要五十个一百个人坐下来 一方面显明 他是摩西所预言的第二个摩西 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先知 所以在很多方面他做事情的方式就像摩西一样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 你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山坡上肚子饿了 你如果把饼发出去 前面的人先拿了先吃 后面的人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有饼可以吃呢 前面的人在还没有吃饼的时候 他的优先顺序 他的priority跟坐在后面的人是一样的 就是要吃饱 可是他先吃 吃饱了以后 他的priority就不一样了 他的priority不一样 他要先回家了 或者他要做别的事情 要去找别人了 那后面的人的priority还是要吃饱 你有成千上万的人 开始有不同的priority的时候 那不混乱才怪 所以神的恩典要广传 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架构 合理的架构必须要从神的智慧而来 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能增长的教会 教会的架构非常的重要 如果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应许 给我们一个责任 给我们一个使命 所以华人福音堂 在未来的四年到五年之内 人数要增加一倍 我们做得到做不到 我们有没有办法处理 还是我们觉得说 哎呦人那么多 就很乱 就很乱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预备 那我们向神祷告说 神啊求你复兴这个教会 那我们不是在说假话吗 我们一方面向神求说 要复兴这个教会 一方面我们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难怪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了 教会的架构要怎么样建造 我们在十月底会有一个会友大会 我们要选职事 我们要选长老 在这个过程里面 希望弟兄姊妹 为到教会各个层次 各个阶层的同工来祷告 因为建造一个成就上帝恩典的领导架构 教会需要培训不同层次的领导人才 每一个领导人才 要承担三个方面的责任 第一个就是祭司的责任 要替百姓到神的面前 将案件奏告神 第二个是先知的责任 将律律和法度教训他们 只是他们当行的道 当做的事 第三个是君王的责任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 不管你是千夫长百夫长 或者说在当时摩西那个时候 不管是选出来做千夫长百夫长 五十夫长还是十夫长 他们必须承担祭司的责任 先知的责任 君王的责任 所以他们 所以在教会的架构的建造上 我们其实是需要建造人 需要建造人 那在叶特罗对摩西讲的建议里面 第21节那里说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畏神 诚实无望恨不亦之财的人 那我想你读经 你读得仔细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一句话跟您的想法可能不完全一样 他在这里讲的是才能 有才能的人 capable man capable man 我们直接就是翻成才能 那确实是capable就是才能 可是当你看到叶特罗怎么样解释才能的时候 你发现其实他的要求是品格 是不是 就是敬畏神 诚实无望 恨不亦之财的人 你说这个能力有什么关系呢 服侍神 一个服侍神的能力 一个服侍神的人 他的能力有多少 就看他在神面前 有多少和他心意的品格 一个在神面前 蒙神喜悦 有讨神喜悦的品格的人 神就多多加给他能力 能够在神的家里来造管他的家 然后我就发现 在七十四译本 就是希腊文的希伯来圣经里面 当犹太学者 把圣经从希伯来文 翻成希腊文的时候 有一个字 他们翻得出我意料之外 就是恨不亦之财 这个字呢 他们翻成厌恶傲慢 厌恶傲慢 在希伯来文里面 Vazar 这个字是贪来的好处 不亦之财 希伯来文里面 讲的是恨Vazar 这个东西 恨Vazar 恨贪来的好处 可是在希腊文里面 这些犹太学者 却把它翻成 恨恶什么呢 who paraphernean who paraphernean 是傲慢 所以犹太学者 把恨不亦之财 翻成恨恶傲慢 那我想这些学者 他们在犹太的文化里面 也有一个领受 就是恨不亦之财 或者说傲慢跟不亦之财 是很相近的 就像他们在希伯来书里面 把与神同行 以诺与神同行 翻成讨神喜悦一样 在犹太学者的认知里面 与神同行 就是讨神喜悦 或者说犹太人传统里面 与神同行这个观念 他们觉得对希腊罗马文化的 底下的人 是一个抽象的观念 不知道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们翻成希腊文的时候 就翻成讨神喜悦 或许Vazar这个字 是希伯来文 犹太人的观念 犹太学者为了让希腊罗马文化底下的人 能够明白 什么叫做贪来的好处 或者贪来的好处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相当于希腊罗马文化底下的 什么观念 他们把它翻成傲慢 Huperiphanian这个字 一个傲慢 所以感谢神 其实是一本 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旧约解经书 因为连主耶稣跟门徒们都 跟使徒们都引用 所以对我们日后的解经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看当初犹太人的学者 怎么样把旧约圣经翻成当时希腊罗马文化底下的语言 让当时的人能够明白 我们就知道他们怎么解释旧约的经文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 要培训各个阶层的教会同工 需要在品格上是敬畏神的 是敬畏神的 那很多人觉得敬畏神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 我觉得一个人只要敬畏神 不太会出错 十几年前我们还在旧堂聚会的时候 有一年好几个高中生要毕业 所以做父母亲的 尤其做母亲的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 说我小孩子要离开家了 要离开家了 那要牧师 要Joyce 多在年轻人中间 训绵他们 告诉他们以后到了大学去 什么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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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参加这个 不可以去那里 不可以去那里 为什么他们想的都是负面 因为都往坏的方面想说 我孩子如果到大学去可能就 会这个会那样会那样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当有一个妈妈来找我的时候 她很坦诚的就是分享说 她实在是很担心 她孩子去大学以后 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说你对她有些什么要求 她就说我一直跟她讲 去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 不要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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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觉得她会记得多少 她说我想她根本就不会听 我说我也 如果是我是你儿子我也不会听 你讲那么一二十条的规定 我能够记得几条 我说你回去以后能不能把你对你孩子的要求 浓缩到三样 你就说其他的我不说 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但是这三样你一定要答应我 她觉得很为难 只能要求三样 只能要求三样真的是很困难 那其他二十八样怎么办 她是这样子的想法 过了一个礼拜她也跟我谈 不跟你们讲是哪三样的 其实我也不记得 我只记得我跟她讲说 你们能不能再把这三样浓缩到一样 我说如果你能够跟你的孩子说 你现在要去大学了 我只能够要求你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相信你的孩子99.999%会答应 我妈妈只要求我一件事情 或者说我妈妈对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我还做不到 我怎么对得起我妈 高中的孩子还是很reasonable 还是很讲理的 你只给他一个要求 我想没有可能不答应的 除非你的要求实在是太离谱了一点 但是要求的离谱也不容易 又过了一个礼拜 这位姊妹回来了 她说好吧 我只能够要求她要去教会 我说真的吗 就是去教会吗 她去教会你会放心吗 她说其实也没办法放心 但是她只能要求她去教会 我说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这样要求她 这牧师都不要求孩子 以后去教会 我说我不会 如果我能够要求这个孩子 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就要求他 绝对不能对我说谎 我说你回去想想看 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说 你以后去上大学 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就是你绝对不能跟我说谎 他做什么事情 他都要想一想 因为他不能对你说谎 如果他连那一件事情都做不到 你想他自己 对自己有多大的失望 他怎么样他也要尽力地 去做到那一件事情 而为了不能够对你说谎 他对他自己就有所要求 他说他回去想一想看 敬畏神 说实在的 很多时候对于同工的要求 我真是最看动的是这一点 这个人是不是敬畏神 是不是敬畏神 我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敬畏神 我看主日来崇拜有没有迟到 是不是 还有查经的时候对神的话语 是不是认真 是不是尊重 是不是尊重 其实敬畏神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态度里面 我们就可以表现出来 摩西在这里听到耶特罗给他的建议 要敬畏神的 要敬畏神的人 要正直的人 敬畏神当然是跟神的关系 正直也讲到 跟人的关系 有些时候 要做的一个决定 会得罪很多人的 你要不要做那个决定 我刚刚说教会里面 大家都很爱护我跟丽萍 也很照顾我 这个做牧师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默契 这unspoken的默契 就是坏人有长老做 好人牧师来做 教会要讲这个弟兄姊妹不高兴的事情 长老去讲 要讲大家都听得很高兴的事情 牧师来讲 所以你看我脸还算白对吧 我本来是很黑的 来教会以后越来越白 那你就看苏聂长老就去 长老他们脸都很黑 有关系的 但是你想想看 一个人 他如果敬畏神 但是跟人的相处 却不能够讲 神要他讲的话 那好像恩典出不去 智慧出不去 没有太大的帮助 就变成是中国传统的那种 独善其身 我们修身养性 希望在其他基督徒的面前 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 所谓无可指责 就是说你怎么挑剔我呢 我不做不错 我不说话 就不会去得罪人 所以是 多做或者多说就多错 少做或者少说就少错 不做或者不说 你怎么指责我呢 是不是 我们很怕在教会里面 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因为我们发现 今天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在一个所谓的 一个民主制度操作底下 操作到最后 因为只有批评 没有支持 结果就是 大家都不肯做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反正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为什么要选正直的人 就是他的脸皮够厚 该讲就讲 该做就做 这是要服侍神的百姓 你必须要跟别人之间 也有一个和神心意的 搭配的关系 你要去审判 你要去审判百姓中间的矛盾 你不禁止的话 怎么审判 你不能够讲 你该讲的话的话 你怎么做成这个事情 第三个 为什么不能够 就是要找那个 这个防备贪财与傲慢的人呢 这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 摆正了 与人的关系 摆正了 如果与自己的关系 没有摆正 还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的能力就变直 一个人可能会傲慢起来 如果不监督自己的傲慢 那就出问题了 贪财 那就更不用说了 更不用说了 我们发现 不管什么制度底下 一个党 两个党 三个党 十个党 都没有办法解决贪财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解决贪财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面对自己的问题 人面对自己 傲慢也是一样 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教会里面 要选择同工 我们要从品格上着手 相信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一定是能够从神领受能力 在我们传统的文化背景底下 我们很容易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下一个结论 我不配服饰 还是让其他的人上去服饰吧 至少其他的人上去服饰 我还可以在旁边看 看到的品格够不够要求 如果是我上去服饰 变成别人来批判 我的品格够不够要求 那我觉得批判人比被批判要容易多了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承担 教会怎么兴旺 教会怎么成长 工作谁来担当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彼此同心 我们要彼此扶持 彼此勉励 不论是牧师 是长老 是执事 是同工 团器里面的同工 小组里面的同工 师班里面的同工 厨房的同工 我们都是一同承担一个使命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我们只是在呼召跟恩赐上面 略有所不同 而这个不同 不一定是长久的不同 可能是时间阶段上的不同 神所喜悦的是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所承担的 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好 讨他的喜悦 以至于 我们能够做他交给我们的责任 在弟兄姊妹中间 行出他所交付我们的责任 而我们在运用权柄 因着责任所带给我们的权柄 我们在运用的时候 我们 hold ourselves accountable 我们对自己负责 我不会因着有这样子的权柄 就要去占别人的便宜 傲慢也是占便宜 傲慢是踩在别人头上 看不起别人 跟贪财 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彼此勉励 培训教会领导的人才 需要承担这些的责任 要为百姓跟信徒来代求 就是祭司的责任 要能够教导百姓 教导信徒 这是先知的责任 要能够从百姓和信徒中 继续的拣选 承担责任的人 这个是君王的责任 之后 要给他们责任 给他们责任 用今天的术语来讲 就是empowerment 我们需要empower我们的同工 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也常常听到 有时候到其他的教会 去服侍的时候 他们会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教会里面 这一言堂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摩西 他兴起一些同工 但是最后不能够决定的 都到摩西那里 摩西讲了算 所以摩西是 ultimate authority 最后不能够决定的 都到摩西那里去 我说今天的教会 却不是这样子 因为在神的救赎历史中 再也没有和摩西一般 如同摩西一般的领袖了 为什么呢 摩西不只是一个领袖 摩西有四个方面的特质 是主耶稣基督才有的 第一个 他能够跟神面对面说话 第二个 他颁布律法 第三个 他能够做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第四个 他能够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把人从做奴隶的地方拯救出来 这四个特质 只有主耶稣有 今天的教会里面没有摩西 所以神就取代摩西的地位 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的经文 读到说 那时门徒增多 有说西利尼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范食 原始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 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 以祈祷传道为事 就把责任要分担出去 责任要分担出去 可惜的是太多的基督徒 不愿意承担教会领导的责任 以至于 很多人不能够摆脱世俗文化的影响 对领导的同工指责 要求远超过支持跟鼓励 我们在外面服侍的时候 常常会要去帮忙处理这些的问题 因为在那些有这样子情况的教会里面 就形成了这种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的颓废的文化 大家都不愿意碰 只把责任丢给少数几个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选出同工来 我们要赋予责任 这个empowerment 这个给予能力赋予责任 是很大的关键 我们需要把能力赋予领导的团队 要建立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团队 就会为教会带来三个层次的祝福 第一个 清省 大家都能够轮流休息 第一个 清省 第二个 同当此任 一同承担一个责任 就有一种的情感的交流 我们称为革命的伙伴 肝胆相造的革命伙伴 当初我们教会人不多的时候 就是我们几个人 我们就是这样子做起来 那个时候什么都做 从排椅子到烧饭到洗碗 我们什么都做就这群人 可是人多了以后 好像这种的情谊就越来越淡 其实不需要 或者说不应该让这种情谊 越来越淡的 人多人少都应该有一种 浓密的同工的感情 同时百姓也都平平安安 归回他们的住处 就是我们所服侍的人 也满有平安 但愿我们彼此勉励 神国的事业不是你我能独当的 让我们遵循神的旨意 能够选招他人一同来担刚 并且我们能够赋予他们责任 教训 教导 建造 叫神的福音兴旺 神的恩典能够传播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的天父我们向你仰望 主我们是何等的人 竟然被主你呼召来承担这永恒的事业 主我们谢谢你 叫我们在这个责任上面不至于孤单 你给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 很多的同工 虽然今天不再是不同阶层的领导 好像看到教会里面 有一组的同心缘 好像有的是在最里面的圈圈 有的在外面的圈圈 或更外面的圈圈 主你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搭配的架构上面 彼此勉励 一同来建造 我们就恳求恩主 你在福音堂 兴起更多的同工弟兄姊妹 来承担这相同的责任 叫我们彼此相爱 也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福事里面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这是你的美意 为的也是为了祝福我们 乃至于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仰望你 奉主耶稣基督报鬼圣明 阿们 我们借这个机会欢迎 我们中间第一次跟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 我们接待的同工